人生的力量 一无法 有人生 一无法 生死不死 一个人感动了一座城 誓言无悔 监狱民警用生命书写责任与奉献 一位人民多多了父子 人民认可了 社会语法频道生死流言 即将播出 这是发生在重庆市南川区的一幕 数万群众自发地涌上街头 长长的队伍难见首尾 原本宽敞的马路被人流包裹着 车辆只能缓缓通行 人群中不是传来阵阵激动的呼喊 流言是谁 他为什么如此牵动南川老百姓的心 他又是怎么称为百姓口中的英雄呢 2018年11月22日中午12点20分左右 重庆市南川监狱的民警刘燕 宋伟 龚泽润等人执行完公务 驾车从南川城区返回位于该区 水江镇的监狱上班 没有想到车辆刚刚经过南川区法院附近时 却痛发意外 就听见外面 有人有个女生在大行呼救 我就下一次朝我的左侧窗口看出去 看出去的时候就看到一个中年的女人 穿着黑色上衣坐在那个马路边 有人来呼救 好 拉你来 有人先救 当时刘燕就说前面有个人在跑 快追 快追 就看一个一米七左右的 穿黑色上衣的平头男子 提着一个绿色的包 在使劲拼命地往前跑 事发突然 几位监狱民警并不确定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现场判断 显然是黑衣男子 对倒地的中年女人图谋不轨 然后试图逃算 情况紧急 他们迅速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们车上就说好 我们去把他抓下来抓住 快快快 停车 赶紧停车 最开心冲下车的是坐我右手边的刘警官 他从右手边开了车门 从那个车尾就一下就冲过去了 我是打开左侧的车门 看了一下前后有没有来的车 当我一下车的时候 刘燕他就已经冲到了我的前面 我就紧紧地跟着他 四五米的距离 刘燕一马当先 避过车流的宋伟和龚泽润也紧随其后 我就看见刘燕以极快的速度冲向那个篮子 那个篮子没有防备的情况 用双手使劲地推来一把那个篮子 就把那个帮队员人先翻在地 先翻在墙角 然而随后发生的一幕 却让在场的民警打吃一惊 那个男子当时突然就蹭起来 手中拿着一把非常尖的刀 被刘燕堵在墙边的男子 眼见无路可逃 突然间手里亮出了一把明晃晃的尖刀 之后更加丧心病狂的一幕出现了 用那个手里面的刀 朝那个刘燕的胸部跟腹部疯狂地捅刺 刺了大概有三四刀的样子 就使劲地捅刘燕身上 刘燕中刀的时候 还奋力在和那个篮子搏斗 这短短几秒 事态却急转直下 冲在最前面的刘燕 突遭不测身中树刀 这让后面的宋伟和公泽润心机如焚 后来我赶了以后 大概离那个歹徒还有两米的距离 跟那个歹徒对死了一下 都选了几步 那歹徒转过身 拼命地继续逃窜 我们的刘警官 他量强了两步 然后就朝那个马路边上 就跪到了地上 左手蹭地 然后右手就搭在我的左肩上 然后他说 找了我的厂子出来 检刺情景 宋伟和龚泽润意识到情况危机 决定立刻将刘燕送往医院 我的检刺主 你们不能去追 受到重创的留言 此时竟知个人安危与不顾 以心惦记着让战友去追击歹徒 他就这样负了一把 相当于撇开我们的手 然后看到那个情况 我们就没有去追 因为我知道他那个肠子已经摔了 然后我们就把他负送上车 我就说 赶快送医院 那个同事就说 赶快打110 接到这个警情之后 我们迅速调集了周边的视频镜头 上到大屏进行处置 宋伟 龚泽润不知道 就在他们拨打110报警的几分钟前 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指挥中心 刚刚还接到了另一起报警 12时 20分许 去关系指挥中心的街道群众的报警 就是在南川区的西城街道 文体路 南川法院附近 有一名歹徒 石刀 将一名法官刺伤之后逃跑 逃离了现场 经过判断 这相差不到几分钟的两起报警 涉及的心胸男子细微义人 他在刺伤法官逃离现场时 恰被经过的刘燕等人看到 在刘警官三人的围追堵截下 他又穷凶极恶地刺伤刘燕 之后继续逃窄 经过分析宴判 就明确了这个嫌疑人 是南川区中城街道的真猛 这个人曾经因为抢劫和寻刑之事 两次被南川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接到这个警情之后 我们就立即指令了 教寻几特级 徒针等警种 行征 日警种 立即赶到现场进行处置 是就一个触目判断 这个病人很危重 是一个食云休克 戒诊后 杨薛伟也着实吃了一惊 就是一个空蜜状态 脸色是长白的 呼吸很危重 血压也扯不到 如果这种情况不紧急干预的话 马上有可能心脏都停止跳动 出发了应该是很大的血压的一个神伤 一般情况如果小的血压的话 不会出现这么快的 出现是命运症 下降这么快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 伤情是很严重的 急诊医生迅速为刘彦做了初步诊治 同时通知了苦外胸外 以及重症医学科等相应的临床科室 对其进行急诊的多学科联合会诊 会诊人觉得这是胸部 就是一个刀刺伤 胸圈里面的 当时发现了人体不是很大 浮腔有大的积血 当时我们出发的人 应该是腹部这块 比较微重 如果他整个腹部 都是很重的 这么个浮腔里面出去很多 所以说警机别的 马上竞争士 就是开服的一个手术治疗 陆玉歹徒 他挺身而出 见义勇为 却惨遭毒手 不惜一直在家抢救我们的民间 全力抢救 怎来一波三折 整个人体的血液 可能基本上就丧失的差不多了 社会语法频道 生死流言 正在播出 相对于腹部的贯通上 流言胸部的伤势较轻 医生们做了必要的处理之后 立即逐手腹部探查 然而手术开服后 眼前的情景比想象的更为残酷 整个人体的血液 可能基本上就丧失的差不多了 很难想象是怎样的毅力 支撑着流言 遭遇如此重创始 仍遍及让战友继续追击歹徒 不要管他 而此刻医生们清楚 保住流言的性命 立刻找出出血点进行 缝扎修复 以刻度融化 这个患者最主要就是 他那个刀伤的深度很深 贯穿整个腹部 到了背部这个位置来了 接近背部这个位置 整个血管从前面 已经刹断到后面来了 所以整个我们从前面 开始止血止血止血 找找找 找整个出血都很困难 生命垂危 手术复杂 医院紧急会商 决定请重庆医科大学的专家 前来协助 就在医生们争分夺秒的 和死神赛跑 全力寻找出血点时 得知刘燕受伤消息的 单位领导同事和家人 都陆续赶了过来 了解他们开通这个医学通道 不惜一直在讲 抢救我们的医学 不能介绍 一点都不能介绍 过广路 刘燕在南川监狱 一同居住的室友 就太突然了 我一直在想 我说前一天晚上 我们还在开玩笑笑嘻嘻的 确认过消息后 郭光璐给刘燕的妻子 倩文打去了电话 到中午的时候 我正在家做饭 然后就接她电话 要我上南川来一趟 我也不敢跟她说 很严重 我怕她担心 但直觉告诉倩文 刘燕出事了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就追问她 他们就说 刘燕因共受了点消耗伤 但是因为我对刘燕的了解 她如果是受了点消耗 从来不会跟我说 她在单位上发烧 都是很多同事跟我说 刘燕做一天发烧 一天一夜 她从来不会跟我说联系 所以说我就觉得 肯定有啥事发生 于是交集的倩文 马上和刘燕的母亲坐上汽车 赶到人民医院 想到歹徒有那个凶狠 有那个凶残 他手上这么重 想到歹徒的残暴 倩文心如刀脚 但他太懂刘燕了 我了解她 我知道她 比她的性格 那么正义 勇敢 她可以留人 倩文说 遇到这种事 刘燕就会这样 毫不犹豫地冲上去 因为她都觉得 警察那份自由 很正义 她的梦想也是 当一名好警察 可以告诉大家 从我认识她一来 她告诉我 她相当于 好女人这名警察 当好警察 除暴安良 出身军警世家的刘燕 一直就有这个梦想 而为了实现她 刘燕不知付出了多少 她看你说 主的笔记 比现在高考虑生 看你说 主的笔记多多都好 原来刘燕并不是 警校科班出身 2012年 她和倩文 同在社会上的 一家公司上班 那个时候都感觉出来 她是在这一年 对人特别的好 都算有些 老爷爷 老婆婆来移动 一点不动 很简单的 找个花生来行 她都会 一把手一把手 给老婆婆 老爷爷交好 然后送他们到门口 她一直都是 这个一种 样子 对人特别的好 也还真撑不住 所以慢慢慢慢 我们两个都在一起 也就从那时起 欠文见证的刘燕 为了成为一名 人民警察 而付出的努力 2012年第一回的 13年初 能够开始 保靠尊贝令 为了考商请查 刘燕甚至辞了职 全身心地 扑在这上面 我还记得第一次 她也写到大会 她都一直在笑 我都没看她 那么高兴过 所以说 我觉得她 你参加了个文化 我也很为她自豪 也很为她高兴 为警察梦 不断拼搏地流言 让倩文自豪 和感动的同时 也深深地打动了 另一个人 那天晚上十点以后 我就要到 各个寝室去 就是清查 看有没有休息 然后我就在那个 我们那个宿舍楼的旁边 有一个小阁楼 然后我看到 她在阁楼上面 一个人在那个地方练 练她的那个 就是 警体技能考核的内容 刘依瑞 2014年 刘燕成为司法警察后 参加新民警 入职培训的教官 她至今都清楚地记得 为了能在警体技能考核中 获得优异的成绩 刘燕会选择 在晚上十点熄灯后 本该休息的时间 给自己加班加点的训练 感觉就是话不多 做事情就是 有一股认劲 就是认定的事情 我坚持把它做好 果然综合警体技能考核 刘燕斩获第一 而一心认定 要当好警察的她 也果然没有辜负这身警服 此刻躺在手术台上的刘燕 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我说我绝不放弃 我老公请他们 一定要救我老公 也许是感应到了大家的真情 刘燕也一直在顽强地 和死神抗争着 我老公很坚强 我老公心跳 每一步椅子都有 他自己都没放弃过自己 此时手术已经持续进行了四个小时 终于不断顺着出血方向 寻找排除 专家医生们找到了流眼腹部 打规模出血的具体位置 就发现了明确的一个下腔 静脉的一个损伤有两公分 再发现了一个什么 长期末上路面根部的一个泥段 两处损伤 出血量都相当相当地大 而此时 由于流眼大量的失血和梳血 南川人民医院 与之匹配的血型库存已经告急 这个患者是个A型序 A型序在我们这儿确实很紧急 第一时间得知这一消息的 南川监狱政委杨智利 迅速做出了部署 就理解寻找A型序的明镜 因为明镜很多的刚上 又紧急地和这个武警中队的 武警战士联系 要他们支持 与此同时 刘燕建议勇为 勇斗歹徒的消息 以不进而走 一定要保住英雄的生命 社会各界都行动了起来 全重新都在掉血 据统计 当天共有215人献血成功 献血量达5.88万毫升 充足的血源做保障 医生们通力协作 流眼破损的血管 一步步在缝杂修补中 但是就在此时 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我们的小肠由于缺血的时间太长了 就大面积都在坏死了 如果不切掉的话 下来肯定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 会更进一步地加重我们的病情 是必须要切掉的 处理了小肠 缝扎了血管 历时近八个小时 时至22日当晚八点多 手术结束 流眼终于闯过了一道鬼门馆 他迅速被转往重症监护室 继续治疗 所有人都稍稍松了一口气 但是他们不知道 一个更为可怕的情况 正悄然而至 我们又跟他说了一万好生的事 全家感到非常地难受 流眼 流眼 华眼 社会语法频道 生死流眼 正在播出 受伤的血管被成功缝杂修补后 流眼转入了重症监护室 但好景不长 一个突发状况又从听而降 出现了一个DAC的现象 通俗的书 就是此时 流眼的凝血功能 出现了严重障碍 自身不能凝血了 所以输了再多的血 它就流到我们的腹腔里面了 实际上 全是丢失掉了 流眼生命垂尾 我看到晚上 做雪的腹死 跑了七八堂 血没有断过 同志们都在等 都在怕 碰心 爱就是气他 此时 南川监狱的特警队员刘家秋 也在默默地祈祷着 流眼能有奇迹发生 他是最前面一个人 走的 原来他是最前面的一个人 平时也是这么做的 2016年9月 由于素质全面 工作严谨 作风过硬 刘燕被调到监狱 特警队巡逻络组 巡逻络组 我身体比你们好 我走的前面 至今刘家秋都忘不了 和刘燕的一次巡查经历 一次小口局 却意外地引发了 坚去冲突 事发突然 接到警情后 特警队立刻奔赴现场 途中 刘燕反复地冰入大甲 他说 我身体比较高大一点 你们身材没有这么高大 然后你们 你们就躲在我的后面 因为我有 我以前在监区里面待过 我会怎么知道处理 你们躲在我后面就行了 突发事件顺利平复 刘燕的行为 让战友们既感动又钦佩 所以听说了 这次他勇斗歹徒 刘家秋丝毫都不感到意外 我觉得当时遇到这个思想 他的第一个本能反应就是 要冲下去 把他这个歹徒制住 他是可以做到一个 用自己的身体去挡住危险 让后面的人安安全全的 在跟呆头捕斗的时候 他的潜意识骨子里面 所飙露出来的干预担当 干预风险 从事监狱特警队工作 过硬的职业素养 让刘燕在危险时 立刻能做出表率 而他每次巡逻的身影 也让八间区的服刑人员 金钟齐 怀有一份别样的心情 我会主动地去招呼他 刘警官 他又会说 他又会安望我自己去 问一下 你还有多少星期啊 家里面跟你几钱的这些啊 他都会关心问自己去 原来在特警队工作之前 刘燕市八间区的管教民警 金钟齐正在他的管辖之里 2016年一件小事的发生 让金钟齐对刘警官 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但是刘燕警官 他就说你等着 我回去给你拿点药来 金钟齐回忆说 那天他正在劳作 突然腹部剧烈疼痛 刘燕健壮立刻上前询问 过后他回来 给我拿了三包三九味弹 还有还有马丁的两颗 拿了一个纸杯 给我跳好端笼来 我吃了 吃了过后 我一下子眼泪就流出来了 感动了 真的 在当时生病的时候 就是最脆弱的时候 当我最脆弱的时候 有一双圆子的手来 那我一把我就感觉了 很温暖一下子就感动了 之后刘燕又特意送金钟齐 去监狱内的医院检查 在随后的交流中 刘燕逐渐了解到 金钟齐是因为故意伤害 被判无期 2006年进入南川监狱服刑的 这之后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 家人只来探望过他一次 多年来每次看到 其他服刑犯有家人探视 金钟齐是又羡慕又失落 从内心身中我也想 哪一天我能够在家人的亲警官外 也让别人羡慕我一下 金钟齐说 了解到这些后 刘警官立刻忙活起来 主动关心我 跟我做思想工作 还打电话跟家人 和家人来接见我 所以尽管他可关怀我 可不关怀我 但是刘燕警官他能够做到 关怀 服刑犯的心态 以及这些问题 生活上或者家里面 能够一块善良的心态 包容我们 教育我们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对刘燕警官影响相当深 即便后来刘警官调到特警队 金钟齐对他的这份好感 依然没变 遇见刘警官巡逻 和他打个照面 简单聊上两句 金钟齐说 这些都会令他特别期盼和开心 但今天金钟齐总感觉 有些反常 刘警官本该 早就来巡逻了 可到现在 怎么却迟迟不见他的身影呢 金钟齐哪里知道 此刻的刘警官正命悬一线 好在警方传来消息 刺伤他的嫌疑人抓捕工作 有了结果 途征支队的话 然后从那个案发开始 对作案地点周围的 所有监控进行调取 案情恶劣 南川区公安局指挥中心 第一时间全程布控 突针追踪 东海路就是花山均 那个口子上 然后嫌疑人最后的监控 是那个地方 然后它的方向的话 就是上那个花盆山 山上淘宝 指挥中心当即统一部署 各警种协同作战 对花盆山进行围捕 展开地盘式搜索 终于在山中一处茂密的草丛中 发现了嫌疑人 公社会讨论区的 explains 君事さん 馅 孝学产 崖 有一条 班 只会 助神 助神 spin 回助神 screens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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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那个比较隐蔽的地方 那个 是一个藏身的那个草路路里面 那里有个山路 山路的一个右侧 右侧的一个草路路里面 那里找到的 当时我们发现那个嫌疑灯的时候 发现因为持有凶器 持有持到拒捕 然后我们的民警过来开枪 然后将他直播 整个我统计的下 12小时出了8000多毫升 我们又给他输了1万毫升的血 经过一夜的抢救 23日上午 刘燕的宁血功能障碍 仍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正常的体重来说 他的血就是5000到6000毫升 那么我们说给他的血 总的血量有2万多毫升 也就是整个他身上的血 已经换了5遍左右了 就是这样一个量 整个身上都没有 他自己的血在流动了 刘燕的伤情 让大家的心都紧绷着 而就在同家医院 另前病房里 一个人也因为担心着刘燕 更是忧心忡忡 他就是被逮捕刺伤的法官田晓 经过抢救 他已经脱离了危险 就是他那个事情 我非常地感动 刘燕他那个建议 因为我的行为 是当自我科的英雄 真的是 归想之前的一幕 他仍难以置信 22号中午 我下班回家 在回家路上 曾穿路上后面船上来 抢救我 都给我说 有案子要找我 我告诉他说 你可以走申诉程序 53岁的田晓 是南川区人民法院 刑庭审判员 高级法官 2017年 曾审理曾某 寻衅滋事一案 22日当天 对于曾某所述 田晓告诉他 可以走正规的申诉程序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 接下来却事态突变 然后他 他都说我要办理 然后他都用刀刺了 我两个后都跑来 但是 当时我不记得 他是往对面马路跑来 我当时从他的台阶上 坐到那个马路上来 双腿都流了大量的血 随后田晓被送往医院救助 申请后得知曾某已被抓捕 替刘燕欣慰的同时 他又不由地为这个健义勇为的民警 捏着一把汗 重症监护室内 刘燕已经连续抢救了十几个小时 最恶劣的情况已经逐渐呈现 第一个就是低体温 这个患者下来之后 一直体温就是不升36度以下 第二就是严重的灵血障碍 三个一个问题就是 多器官功能衰竭 如果一个患者中末期到了这三个点上 救治的难度就非常非常的大 这是到最后下 我的时候 医生说 我老公因为死线过度 出现多器官衰竭 可能不得心了 我都在他床边一直喊他 医生们也一直抢救 坚持了接近十二个小时 最后一位 大佬死亡了 医生告诉我 他自己一无其身的 我才不得不签署这个事 这个事 靖之位 你找性医生 冒者 冒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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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r 冒糖 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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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灯微微亮 歌声轻轻唱 那颗鲜鲜的光芒 像你微笑的脸庞 静毛缓缓发 血染的戎装 家中牵挂顾不上 或为家乡百姓的安靠 她很喜欢NBA 很想在线上就看一次 但是因为工作原因 我们从来都没有出过轨 所以说她买了一本 Cobie一直抓着脸 脸峰都没有准备 再一次回来看 还没有来得及 她就发生了这件事 如果以后有这个机会的话 我会带上她 一路去看看 你用青春和热雪去较量 照亮了一座城市的方向 誓言不曾忘 今晚再回想 奋不顾身涌向前窗 发自内心的 对她特别敬佩 特别佩服她 这样就好兄弟 你是我们坚硬的精彩的 骄傲 我母女二八三三二 永远都记得 那个精彩 你用笔棒 那坚定的力量 撑起了一座 城市的信仰 长路互相伴 梦想一起疼 别拉着狗 也很熟 但是她也两样的方式 也一愿力吸收 我都觉得她也了不起 六眼 我你好想说 我爱你 你一路都跑 是六眼 也要跑 咱们 followers 咱们 母女 대 Curtis 一位人民多多了富足 人民很可能 来一座城市的信仰 长路互相伴 梦想的祈祷 人性的批判 忏悔的力量